大家好,我是DJ阿洲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这次影片 是我回台湾之后吃的第一餐 自助餐 这是位在台南市南区 夏都饭店一楼的夏都 城市百会自助餐厅 那它的菜色有哪些呢 我们就跟着营妹 带各位到里面看一下 这是位在一楼的部分 它正好是进这个夏都饭店 一进来的左手边 好的,这是一进来 可以看到很多甜食 这是甜品的部分 那也有冰淇淋 它最大特别是 它有用哈根达斯的ice cream 那一进来就看到这些甜点 就让你有一种 新鲜很愉悦的感觉 那我们就跟着营妹 继续看下去 看到底有哪些食材 至于有哪些食材的部分 就请各位跟着阿洲 一起看下去 这边甜品区 你也可以加一些坚果类的东西 还有炼乳 这台是日本制的双麒麟机器 那双麒麟在南部是蛮适合的 为什么 因为南部天气比较炎热 转过来之后 我们看到这边是沙拉吧 水果吧 再过来是寿司 这边寿司的话 它花样蛮多的 我吃了两三种 再转过来 这边是生鱼变 大部分都是台湾鸟 鸟鱼 还有金枪鱼 也就是所谓的鱼鱼 还有鲑鱼 三文鱼 这边是螃蟹 这是来自 横湖的扁蟹 这是吃螃蟹的工具 那这边有一些海鲜类的 这边是榨物 榨物区 央视蛮多的 基本上这个榨物 看一看就好 我建议拿来吃 为什么 一吃马上就饱了 好啦 这边还有养茶 港式饮茶 炒碗蒸 再走过来这边看到 这个地方千万不要错过 为什么 都是不错的海鲜 尤其这个 船钓小卷 还有 这个大的生蠔 那这是牛肉 这个牛排的部分 这个我的最爱 都是用黑胡椒 再过来这边 铁板区 那你就桌上有些 一个小小的 圆圈的东西 放着它就帮你做 那这边的披萨是 窑烤的 那这是熟食区 有几几个品项 就请大家看一下 说到这边呢 肚子都快已经 饿起来了 没关系 既来之则安之 则吃之 先排一排再吃 那这边是 有些汤品的部分 主厨推荐的 在这里呢 我可以建议各位 喝他们的一个 就是 石斑鱼汤 它用的如果我 没有猜错的话 是用龙板磁斑 它有四种汤品 值得你品尝 好的 我们就 再回到这一头来看一下 这边是属于 酒水的部分 酒水呢 就跟一般我们去吃吃吃餐 的餐厅 都差不多 只是 一般我们如果 比较高档的 就会看到 红白酒 不过红白酒在 前些时候 我在内地的话 几乎都 还看得到 一般的 平价的 吃吃吃餐 都还看得到 那这边是 有我喜欢的可口可乐 还有雪碧 再过来 走过来看一下 在左手边这两台有在旋转的 比较特别 它是热仙草 以及热的杏仁茶 那这是白色瓶 那个酒 真的很想 直接拿一瓶起来喝 可是我今天开车就不适合 这是台啤 台湾啤酒公司的 台啤 台湾那个 台啤呀 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常常所接触到的 天花板设计的还不错 这是整个用餐区的一个环境 给各位看一下 那 往前走 往前走 还有一些东西没拍我 我再走过去 拍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 好了 刚刚讲的 这是中岛的部分 中岛 比较倾向是日式的方式 日本料理方式 就是一个小碟子 一点点一点点 那也有一些冷盘的部分 在这边呢 我可以建议各位来这边 它有提供酒孔 也就是小鲍鱼 那这边有看到一个 比较特别的 就是它用那个 麻辣 麻辣乳牛肉 这个说到麻辣 我有品尝 基本上它的辣度 并没有像前 些时候在中国大陆 因为麻又辣那样的感觉 这是小小的 一叠一叠的 有点日式料理的感觉 那底下 这边看到底下 这个就是我刚才提的 酒孔 也就是所谓的小鲍鱼 转过来这边还有一些汤品 这些汤品还不错 尤其那个 类似四神汤这两种东西 这个 这个值得推荐 那其他的 后面还有炒饭 那会推荐 它这边有一个叫 虾仁叉烧 广东炒饭 这个味道还不错 这个大概就是它整个一个 那个 食材的部分 这个给各位看完之后呢 我们就准备跳回来准备用餐了 OK 大家好 我是DJ啊 对 今天 来吃 自助餐 他来吃 下肚 台南的下肚 拿了 拿了 球鲍鱼 球鲍 有个 生鱼片 开始吃了 吃一下 不怎么好看 先吃什么 要可以吃 帮我拿一个 谢谢 水片 拿可乐 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啊 對面的啤酒大飯 啤酒大飯 這誰點?很低點 那一份給我 給我一顆 可以嗎? 好吃 在外跳舞喔 最佳女主角說她要喝紅酒 讓我給她拿 這個呢,拜託的泡汁 鮭魚 鮭魚,又叫三味 不錯耶,可以 這個呢 那個是她的 沒問題 這邊點餐比較特別 你的作為這個 桌上有這個東西 然後去看你要吃什麼 它就送過來 方便 這個呢 金香魚 鮭魚 它給的部位不一樣 然後給這個拍 自己夾 這個是比較細膩 沒有筋的部分 這應該是桃花錢 這應該是桃花錢 生蠔 這邊的鮭魚 就是所謂的三味魚 給它 99.9 好吃 海鮮味在 海的味道很重 加進西瓜 海鮮味 超強 都是 黑鮮味 不是 No good 第一輪拿完了,去拿第二輪 拿第二輪,拿什麼? 拿牛排,吃牛排 他的牛排好吃 第三輪吃 鵝肉 他這邊的特色就是 餐盤收入一碗,一碗就收 喝點可樂 今天會在這邊打開茶間 除了酒以外 因為已經回到台灣了 所以說 並不像在中國大陸那段時間 會有所機會,不敢吃太多 還到台灣 回到台灣,老場會無所謂 愛 拿了小捲,烤小捲 應該不錯,很新鮮的感覺 因為我剛才在看他 那邊的燈乎小捲非常新鮮 請各位來這邊,可以試試看他 我吃 不過先給你們看 好啊 好k ник 一點停 吐一支手捲 等一下 要不要吃 吃 自己講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什麼都不用沾,就直接這樣吃 這個很好吃 真的好吃 最主要有新鮮 這有人點嗎? 這我的 我也有丟 這是兩份 那你的吧 這叫烏魚子 睡掉的烏魚子 手機 你先吃 烏魚子沒有錯 但是 有點嚼掉 這裡是很高級的餐廳品用種 請你慢慢的 不要緊 兩個小尾在裡面排放 這個吃起來有橫糊的味道 我今天怎麼整天來吃 我整天來吃的時候不覺得很好 真的有變 對啊,鋼龍油都有變 有蛙鬼 從中途運海鮮回來 嗯 從中途運海鮮回來 然後我問他說 那個是下都 跟肯定下都有沒有關係 說是同一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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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很輕 一顆給我 第一顆給我 可以嗎 給我一顆 我看一下 你這個 謝謝 風梅 吃風梅的技術就是 直接把它 把它起來 不用那是就用有錢 海的味道 吃不吃不吃有吃啊 還是這個好吃 喝啊盡量喝啊 那個是展示餅 展示餅 展示餅 沒人點啊 沒人點啊 你過去吧 那邊 這個 這誰點的 我可以吃嗎 我吃一個 我吃了我吃了一顆我的 我吃了一顆我的 我吃了一顆我的 這他們的 黃色的 白酒可以這麼好嗎 我很難 他們點的我拿來吃 很久不夠 白酒一般 這誰點的 這一定不錯 差點被我吃掉 好啦我要去逆吃 可能是蜜蜀吧 你要等那個 去拿手指去的東西 拿了什麼 拿了一個雞卵骨 還有一個奶油蟹醬 外加 酸菜魚 還有涼了 螃蟹 那個魚片 那個魚片喔 酸菜魚還不錯 帶一點那個麻 花椒的麻 還不錯 這個是奶油蟹醬 這個卡路里應該很高 放了 放了好多起司 還有咳 吃一下旁邊 要幫你整個泡 好 好 OK 又去拿了 第三輪 這個辣 這個不辣 這個不辣 這個辣 不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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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吃 根本不會辣 蠻雞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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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叫是蠻雞蛇的 金香魚鮪魚的物品 鵝 平常他的東西啊 這邊推薦各位吃那個 小卷 ounded 第二 吃那個牛排 第三 它的那個三文魚 也就是所謂的鮭魚 那個撒雞米 第四就是那個海魚 它有一顆一顆的海魚 基本上目前來講 我大概這次吃兩樣印象深刻 其他的我覺得一般 可能是我自助餐吃太多了 像那個蝦子怎麼看起來 一點興趣都沒有 它這邊有那個酒孔 我拿了五顆 結果去看已經都沒有了 可能都被我拿掉了 後來就沒有再看到它出酒孔 不過它的酒孔 不是很OK 它的最OK的真的是小卷還有那個海螺 海螺不是剛剛拿的那個蜂螺 蜂螺不是很海螺 我又去點了四顆 就等著等一下它拿過來吃它 甜餅的部分我還沒有去吃 等一下吃甜餅再跟各位報告 剛剛去拿哈密瓜 結果哈密瓜顏色怪怪 它就把那個 這個哈密瓜的部分呢 去換掉 這個 因為顏色怪怪的 它發整個的光 那另外吃瓜呢 我也拿三遍吃一半 瓜有甜 去瓜好吃 這兩樣水果OK 會甜 來這邊推薦大家吃這個 你看這明顯就是野生喔 這是海抓的野生 很好吃 你要拍得很好吃的感覺 你要表現出很好吃的表情 哇好好吃喔 現在再上鏡頭 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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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耶 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 有狗人了 你太近了啦 那你的狗人大喔 我們關起來囉 這兩個小鬼 是跟我們同桌一起用餐的小朋友 這兩個小鬼是跟我們同桌一起用餐的小朋友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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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輪 吃甜點 拿了二四五五個甜點 放厚甜點最幸福 但是回去要減肥就很辛苦 吃了 吃給你們看 我的影片是阿周回台灣之後第一餐的自助餐 是在台南的夏都飯店裡面的 夏都城市百會自助餐用餐情形 希望你會喜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同時開啟小鈴鐺 同時也幫我按個讚好了 那有你的支持 我才有動力繼續拍片下去 我們後會有期